六叔,这儿给您请安来了 啊,来来来,坐下说 在雍正王朝这部历史剧中 顶级大臣同国为打算将自己的处世智慧 托付给家族接班人龙科多 一向冷淡的他 今日却异常热情的招呼侄子 宝贝呀,少半处专门给皇上打志的 你带着看看 嘴上说着看看 手却迅速收起了眼睛 让小多子十分的尴尬 六叔,这儿怕给您弄过 看着今晚的六叔确实心情大好 不仅吩咐下人为他上茶 还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 小多子虽从未在六叔家喝过茶 心中却满是博快 言语间带着几分讽刺 妥协六叔栽培 终于让侄儿有了这么一个 给人家赔笑脸 给人家赔小心的机会 面对侄子的抱怨 同国为并未回应 而是意味深长地吟诵了一首出自无尽子的诗 少年不知愁滋味 老来放之 行路难啊 尽管此时的如临外食尚未成熟 但这首诗却深刻表达了同国为的心境 他深知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同时也告诫小多子 高出不胜寒 六叔有六叔的难处 一直冷落着你 你恨六叔吗 在小多子看来 这番话如同某些人对金钱的轻视一样虚伪 尽管内心不满 小多子仍不得不笑脸相迎 我本来还想冷落你一阵子 可是 很多不想同你说的话 和不想让你做的事 今天六叔 都要向你交代 龙克多见六叔语气沉重 心中顿感不安 预感将有大事发生 同国为这才缓缓到来 当年大兴入主中原 诞生了四大外戚家族 牛股路是 贺舍李氏 傅查氏和我们同家 然而不到百年 其他三家均已衰落 没有我们同家依然屹立不倒 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 靠的就是一条祖训 那就是 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你虽身处低谷 却是家族的希望 我派你外出历练 正是为了让你远离京城的是非 万一有一天我倒下 你还能东山再起 那叔啊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您老烧着八爷的热灶 让我去烧 四爷和十三爷的冷灶 小朵子 事情已经到了 不容迟疑的关口 你得挺身而出 和六叔一起 顶住这一局面 龙克多越听越迷糊 心想自己如今的处境 何谈挑大梁 但同国为解释道 这正是对他的考验和培养 每一个严厉的面孔背后 都藏着六叔对他的关爱 皇帝的每个儿子都不是等闲之辈 夺底之争早已暗中展开 因此 同国为才将他派出去观察局势 让他远离纷争 如今 龙克多终于明白了 六叔的良苦用心 就是 许多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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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